四月,同样是一个忙碌的月份,除了部分还需要室内育苗以外,很多品种的蔬菜都可以陆续在室外直接播种了。 黄瓜育苗需要一定的温度,所以低茶的黄瓜可以在四月份室内开始育苗。 芹菜,包括唐芹和西芹,在一年中春夏秋都可以种植,提前浸泡种子更利于初苗。 茴香,包括囚禁茴香,它的种子都很小,一般都需要经过育苗后再进行移栽。 苦瓜种子发芽也需要一定的温度,坚硬的种皮需要经过室内催芽,等长到丝叶一新的时候再移栽到地里。 丝瓜在每年的四月清明节以后就可以开始育苗,白天的温度保持在摄氏25度左右会更利于初苗。 香春育苗要提前浸泡催芽,这样初苗率就会大大的提高,而且种一次以后就可以年年有收获,即是所谓种一次吃十年的蔬菜。 四月份,现菜可以直播室外,但为了保证幼苗足够的健壮,也可以先在室内育苗。 玉米属于单子叶的植物,四月份可以在室内育苗,也可以在四月的中下旬直播户外。 还有两个特殊的草本坚果,一个就是香日葵,一个就是酪花生,它们也可以在四月育苗,也可以稍晚一点直播户外。 甜菜洗凉,包括瑞士甜菜,四月份可以在室外直播,在全日照和半阴的地方都可以种植。 生姜,在四月初可以先在室内催芽,等姜芽长到一公分以上的长度,就可以移栽到户外。 四月份可以直播室外的蔬菜,还包括已经出芽的马铃薯,你也可以三月份提前催芽,四月份再种到室外的土里。 而那些种类繁多的各种甜瓜,南瓜类的蔬菜,可以三月份室内育苗,也可以四月份直播户外。 前提是,你要有足够大的场地去种植它们。 此外,还有更多的国人喜欢的各种亚洲绿叶小青菜,在四月的中下旬,几乎都可以在室外种植。 它们包括芝麻菜,油麦菜,莴笋,上海青,菜心,盖兰,铜蒿,木耳菜,塔菜等。 接下来才EN